爆炸发生之后 警方在事发的巴士站内抬出尸体 现场几名警员合力把受伤倒地的受害者抬走 这个时候街边已经躺着好几具尸体了 目击者形容 连环爆炸只是相隔短短的20分钟 引起一阵恐慌之后 如今现场仅剩下碎片和残肢 在这场上我看到脖子不动 大概20分钟后半钟 警方目前已经派出炸弹专家 到场调查爆炸的源头 全副武装的警员也在场戒备 根据报道两名袭击者都是男性 不过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承认发动袭击 我国的外交部也在稍后发文证实 没有大马人在这起事故当中伤亡